最后我们使用完Express之后呢 我们要讲一下它的中间键的原理 为什么要讲中间键的原理呢 因为Express里面中间键是一个特别特别核心的一个概念 也是我们之前说框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要定义一个套路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代码以及它附属的一些插件 能在这个套路下去运行 那这个套路就是一个中间键对吧 可见中间键对Express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去研究一下它的一个基本原理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不是解读Express的原码 第二不是我们要写一个特别特别完备的Express出来 我们只是来想一下这个中间键 它到底是怎么去实现怎么去运作的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代码来演示一下 把基本的功能能演示完就行了 也就是能满足一个了解细节的一个需求吧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把Express的原码来完全读一遍 也没有必要花很多精力去写出一个Express这个东西来 因为我们学习嘛对吧 学习你要抱着一个学习的目的 你学习的目的是学完了 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做起来的 就是花费一个相对少的精力 去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出来的 而你学习的目的不是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Express在自己重新做一个轮子 自己造一个轮子 造轮子和学习是要分开的对吧 不要把它们混为一团 而且造轮子是一个长期的维护的过程 你可能需要花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的时间去打造 慢慢的打造慢慢的打磨才能出来 并不是说我没花了一小时时间 我们看一个视频我们就把轮子造出来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的目的先讲清楚 就是尽量让大家在比较少的精力 当然你也不能说看完之后就算了 你要自己去练自己去写 就是还算是个比较少的精力中 来把这个我们所学习的核心的东西都给它掌握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该怎么去讲解这个中间原理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还要回顾中间线的使用 就是我们把之前那个 之前我们讲中间介绍的时候 那个代码再拿出来再看一看 因为我们要讲它的原理嘛 肯定要再回顾一下它的使用 然后总结一下 怎么去通过它的使用 就这个表象去看出这个本质 对吧 然后呢 去分析如何实现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使用 我们去分析一下 它到底是应该怎么去实现 然后它至少要实现几个 就我们用户可以用的函数 然后它这些函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它的数据到底应该怎么存储 对吧 然后最后是代码演示 我们就写大约 100行最后的代码 120行吧 应该不会很多 但是也不会少于100行 这样的一个代码 来去把这个中间间的一个逻辑实现一遍 然后大家也跟着我一块写 然后把这个事情搞定 因为 据我的经验 Node.js的面试题里面 可能会有很大概率去考这个东西 当然它考的东西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让你把这个代码100号代码写出来 它至少会问一问你的实现思路是吧 这个时候你能把实现思路打上来 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答案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中间的实例 之前讲的这个实例 我们打开这个之前建的这个ExpressTest这个面试 里面有个App.js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实例我们大体看一下就行了 我们没必要再详细的过了 就这里面呢 我们获取Express之后呢 我们也创建一个实例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去右字去注册了一个叫做 一个中间键 这个中间键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打印了一个mest和url 就完事了 就证明已经开始了 然后执行Next 对吧 然后后面又注册了一个 假设模拟在处理Cookie的 完事又执行了Next 然后后面又注册了一个 假设模拟在处理PostData的 当然我们这儿还模拟了一个一步的处理 当然在一步里面把 这个PostData复制 然后执行Next 再往下呢 我们又通过这个右字 注册了一个API的一个路由 然后后面加了个中间键 里面就打了一句话 证明我们已经来了 然后执行Next 然后后面我们分别通过 get和post这两个方法 去注册了这个API的路由 然后后面分别加了两个中间键 都是直接执行Next 再往下呢 我们是加了一个叫模拟登录的一个东西 这个模拟登录呢 就是一个独立的中间键 然后再往下呢 是通过get和post 分别注册了两个算是两级的路由吧 然后这个每个路由里面都有两个中间键 第一个中间键是login check 当然第二个没用 我们其实也可以把第二个直接就这么用上 也无所谓 login check 然后后面是一个中间键 然后 这个中间键呢 基本上就是response叫json就直接就返回了 这个也是 最后呢我们就处理一下404 然后就结束 就监听这个三线段口就结束了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说我们简单通过这个逻辑来分析一下中间键应该 至少至少应该实现的接口 在我看来 第一个是app的listen 这个listen的接口我们应该实现 对吧 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实现中间键的逻辑的话 listen的接口要实现 但listen的接口也很好实现 就是一个 简单一个atv请求而已 然后这个use的接口也要实现 这个use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接口 对吧 然后post的这个接口也要实现 get的这个接口也要实现 这是必须实现的几个接口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必须实现 就是这个next 这个一个一个next往下传这个事情 该怎么去弄 这个事情是一个中间键的一个核心 一个重点 所以说这会儿我们要去实现 OK 那总结一下 就是根据我们之前的代码的事例的分析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 就是通过app.use来注册中间键 先收集起来 当然和app.use同级 同级的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app.gats和post对吧 而且我们需要兼容什么呢 就是不管是app.use还是gats还是post 我们都需要兼容 直接传入一个中间键 或者说先传入一个路由 再传入一个中间键 对吧 或者说先传入一个路由 再传入一个第一个中间键 再传入第二个中间键 我们都要建议这几种形式 对吧 然后继续往下 然后遇到atp请求呢 根据pass和messor来判断出发哪些 就是这条规则呢 我们在之前讲这个代码如何运行的时候 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花了很多时间来讲 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请求 我们从上到下 到底是一次去出发哪些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很详细的讲过 我们这就不再追溯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我们就是通过pass和messor来判断 最后呢 就是上一个通过next出发下一个 这种机制应该是怎么去实现 对吧 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们通过这一部分析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大致应该就有一个思路了 至少是我说的这三点 大家都明白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大致有个思路了 大家我们下一节开始就开始写代码去 也是这个中间键怎么去用代码去实现 大家也可以先把视频再停一下 然后你自己去想一下 你自己应该去怎么去实现这个东西 就是代码写不出来 哪怕能先想一个流程图啊 一个流程啊 哪怕是一个思路都可以啊 我还是比较建议 比较鼓励大家去主动思考的 而不是说我讲什么 你就跟我看 讲完之后你再去练啊 这样的话 虽然说也不错 但是我还是比较鼓励 比较建议主动思考 好 下一节我们就开始去 直接去代码演示一下 演示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拿了个例子来去 跑一下就可以了 好最后我们使用完Express之后呢 我们要讲一下它的中间键的原理 为什么要讲中间键的原理呢 因为Express里面中间键是一个 特别特别核心的一个概念 也是我们之前说 框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要定义一个套路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代码 以及它附属的一些插件 能在这个套路下去运行 那这个套路就是一个中间键 对吧 可见中间键对Express来说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去研究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原理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第一不是解读Express的原码 第二不是我们要写一个 特别特别完备的Express出来 我们只是来想一下这个中间键 它到底是怎么去实现 怎么去运作的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代码来演示一下 把基本的功能能演示完就行了 也就是能满足一个了解细节的一个需求吧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 把Express的原码来完全读一遍 也没有必要花很多精力 去写出一个Express这个东西来 因为我们学习嘛 对吧 学习你要抱着一个学习的目的 你学习的目的是学完 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做起来的 就是花费一个相对少的精力 去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出来的 而你学习的目的不是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Express 在自己重新做一个轮子 自己造一个轮子 造轮子和学习是要分开的 对吧 不要把它们混为一团 而且造轮子是一个长期的维护的过程 你可能需要花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四年的时间去打造 慢慢的打造 慢慢的打磨才能出来 并不是说我没花了一号时时间 我们看一个视频 我们就把轮子造出来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的目的 先讲清楚 就是尽量让大家在比较少的精力 当然你也不能说看完之后就算了 你要自己去练自己去写 就是还算是个比较少的精力中 来把这个我们所学习的核心的东西 都给它掌握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该怎么去 讲解这个中间原理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 我们肯定还要回顾中间的使用 就是我们把之前那个 之前我们讲中间介绍的时候 那个代码再拿出来再看一看 因为我们要讲它的原理 肯定要再回顾一下它的使用 然后总结一下 怎么去通过它的使用 就这个表象去看出这个本质 对吧 然后呢 去分析如何实现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使用 我们去分析一下 它到底是应该怎么去实现 然后它至少要实现几个 就我们用户可以用的函数 然后它这些函数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它的数据到底应该怎么存储 对吧 然后最后是代码演示 我们就写大约 一百行左右的代码 一百一二十行吧 应该不会很多 但是也不会少于一百行 这样的一个代码 来去把这个中间间的 一个逻辑实现一遍 然后大家也跟着我一块写 然后把这个事情搞定 因为 据我的经验 Node.js的面试题里面 可能会有很大概率 去考这个东西 当然它考的东西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让你把这个代码一百号代码写出来 它至少会问一问你的实现思路 是吧 这个时候你能把实现思路打上来 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答案 好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间的实例 之前讲的这个实例 我们打开这个之前建的这个ExpressTest这个面试 里面有个App.js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实例我们大体看一下就行了 我们没必要再详细的过了 就这里面呢 我们获取Express之后呢 我们也创建一个实例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去右字 去注册了一个叫做 一个中间件 这个中间件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打印了一个Mestode和URL 就完事了 就证明已经开始了 然后执行Next 对吧 然后后面又注册了一个 假设模拟在处理Cookie的 反正又执行Next 然后后面又注册了一个 假设模拟在处理PostData的 当然我们这儿还模拟了一个 一步的处理 当然在一步里面把 这个PostData复制 然后执行Next 再往下呢 我们又通过这个右字 注册了一个API的一个路由 然后后面接了个中间件 里面就打了一句话 证明我们已经来了 然后执行Next 然后后面我们分别通过 get和post这两个方法 去注册了这个API的路由 然后后面分别加了两个中间件 都是直接执行Next 再往下呢 我们是加了一个叫 模拟登录的一个东西 这个模拟登录呢 就是一个独立的中间件 然后再往下呢 是通过get和post 分别注册了两个 算是两级的路由吧 然后这个每个路由里面 都有两个中间件 第一个中间件是login check 当然第二个没用 其实也可以把第二个 直接就这么用上 也无所谓 login check 然后后面是一个中间件 然后 这个中间件呢 基本上就是response 叫JC 直接就返回了 这个也是 最后呢 我们就处理一下404 然后就结束 就监听这个三线段口 就结束了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说我们 简单通过这个逻辑 来分析一下中间件 应该 至少至少应该实现的接口 在我看来 第一个是app.listen 这个listen的接口 我们应该实现 对吧 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实现 中间件的逻辑的话 listen的接口要实现 但listen的接口也很好实现 就是一个 简单一个atv请求而已 然后这个use的接口 也要实现 这个use是一个 特别传统的一个接口 对吧 然后post的这个接口 要实现 get的这个接口 要实现 这是必须实现的 几个接口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必须实现 就是这个next 这个一个一个next 往下传这个事情 该怎么去弄 这个事情是一个 中间件的一个核心 一个重点 所以说这会儿 我们要去实现 OK 那总结一下 就是根据 我们之前的代码的 事例的分析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 就是通过app.use 来注册中间件 先收集起来 当然和app.use 同级 同级的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app.gats和post 对吧 而且我们需要兼容什么的 就是不管是app.use 还是gats 还是post 我们都需要兼容 直接传入一个中间件 或者说先传入一个路由 再传入一个中间件 对吧 或者说先传入一个路由 再传入一个第一个中间件 再传入第二个中间件 我们都要见证这几种形式 对吧 然后继续往下 然后遇到atp请求呢 就根据pass.mext 来判断出发哪些 就是这条规则呢 我们在之前讲这个 这个代码如何运行的时候 我们讲的很清楚了 花了很多时间来讲 就是比如说 我们遇到这个请求 我们从上到下 到底是一次去触发哪些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很详细的讲过 我们这儿就不再追述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我们就是通过pass.mext 来判断 最后呢 就是上一个通过next 触发下一个 这种机制应该是怎么去实现 对吧 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们通过这一部分析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大致应该就有一个思路了 至少是我说的这三点 大家都明白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大致有个思路了 大家 我们下一节开始就开始写代码去 也是这个中间件怎么去用代码去实现 大家也可以先把视频再停一下 然后你自己去想一下 你自己应该去怎么去实现这个东西 就是代码写不出来 哪怕能先想一个流程图啊 一个流程啊 哪怕是一个思路都可以啊 我还是比较建议 比较鼓励大家去主动思考的 而不是说 我讲什么你就跟我看 讲完之后你再去练啊 这样的话 虽然说也不错 但是我还是比较鼓励 比较建议主动思考 好 下一节我们就开始去 直接去大马演示一下 演示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拿了个例子来去 跑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就开始去大马演示完之后 然后就开始去大马演示完之后